宣話上人生平與錄是基傳 宣話上人生平與錄是基傳 當時叫我那個老師 是一位前清老秀才 他70多歲,叫了50多年書 我跟他讀,他說 唉,你這個學生 我早要遇到就好了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沒有緣 又可以說是有緣 怎麼說是有緣呢? 我們現在遇到一起 你跟著我讀書 這是有緣 怎麼說是沒有緣呢? 真要有緣 你應該早遇到我 我要是早遇到你這麼 會讀書的學生 那我該有多歡喜 他就曾經這樣讚嘆過我 他說看你這個樣子 一點都不聰明 但是你記憶力這麼好 你真是和言回差不多了 我一聽他這麼樣讚嘆我 就升了供高薪 我說 我怎麼可以比得了言回呢? 而且我也不願意和言回比 為什麼呢? 言回聰明太過了 變成一個短命鬼 我如果和言回一樣 我會不會和言回一樣的年紀 就死了 以後我就給自己 起一個別名 叫 這就是一個供高的名字 本來受命長和短沒有什麼分別 你要是怕短命 這就是卓注到受者向 你若歡喜長命 這更是卓注到受者向 所以我不願意學言回的短命 也不願意學捧組的長命 我很歡喜對對聯 全班有30多個同學 上對聯課時 差不多有25個 都找我當槍手 你說這怎麼辦? 我就模仿他們寫的字 幫他們對 總而言之 都可以幫他們敷眼交卷子 我記得有一次 老師出的上聯是 紅燕空中過 我給同學當槍手 對 迷路山內遊 先生看了 就對這個人說 這是你對的嗎? 他說 是 先生說 你想出這樣的好句子來 可是這個字又向你寫的 這是怎麼搞的 回憶年少這些往事 很好笑的 在私塾裡讀書的時候 我也很頑皮 不知耍過多少把戲 我有個同學讀了12年書 我只讀了半年書 他在學校裡當學長 就像班長或學生主席似的 老師如果不在學校 他就做代理老師要同學背書 可是老師不在學校時 學生多數不會好好讀書 到背書的時候 誰也背不出 他就罰同學跪在至聖先師 孔子的排位面前 好多人都跪在那兒 我為他們抱不平 因為我是第二個主席 我說 你們現在都起來 不要跪了 看他能怎麼樣 這些學生看我支持他們 都站起來 主席氣得用眼睛瞪我 卻奈何不了我 我對他說 將來你小心點 我要為大家報仇的 沒過兩個月 雖然他讀了12年的書 我超過他 變成我是主席 老師不在學校 我當代理老師 看著同學背書 我第一個叫他背 他背不出 我就說 你到孔子那兒跪著 他望著我 也不敢不跪 我對學生們說 你們都會背了沒有 有的說會 有的說還不會 我說 你們在那兒站著念 什麼時候會了 什麼時候再來背 結果只有他一個人跪著 別的學生都站著念書 氣死他了 讀書法 有三道 心眼口 性皆要 什麼叫 三道 就是眼道 口道 心道 不打妄想 專心讀書 眼睛看著書 心裡想著書 口裡念這個書 這是三而易 一二三 心眼口合作 叫三道 這必須要專一 專一則零 分池則必 還有 三上 就是路上 側上 枕上 當我走路 眼睛看著路 心裡背書 口裡背書 一遍又一遍地背 要是背熟了 每一天要溫洗衣 兩遍 這樣永遠都不忘了 這叫路上 還有枕上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不想旁的 就想書上是怎麼說的 然後自己想 古人著書力說 就是給後人留下一個法則 我能不能照這個法則去做呢 我能不能效法呢 我讀什麼書 我就想自己會不會這樣子 我對自己說 我將來一定要功行實踐這一句話 我要這樣做 我把樹上的話 當作和我自己想說的差不多 那就記住了 無論讀哪一段書 都是往自己的身心性命上 來回想一想 另外 上廁所是讀書最快的地方 那雖然是短短的一個時間 可是你那時候讀書 很好讀的 想不起來的也想起來了 為什麼呢 這是一種三昧 你在那個時候 什麼妄想也沒有 你專心讀書 全都記起來了 我連那個時候也不空過 一般聰明的小孩子 他離開課本 就和書分家了 我得到這個方法 我是和書本合而為一 所以讀得快 記得也快 念一遍四書五經就全記得了 我最後的那位老師叫郭景棠 自如焚 是個秀才 山東人 這位老師學問很好 他看我讀得快 他讀什麼書 就給我講什麼書 他隨講 我隨懂 再讀更容易了 好像報認少青書 是古文最長的一篇 大約有二千三百多字 老師讀了一速 就能背得出那篇文章 他對我說他怎麼讀那篇文章 讀得怎麼樣快 然後說 看你的了 這時剛吃完午飯 可以睡一個鐘頭午覺 我沒睡覺 用這一個鐘頭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實在很難背的 但是我很專一 看過兩遍 我已經能背得出了 第二天我背給他聽 把他嚇壞了 你 我都要讀一速 你讀一個多鐘頭就會了 開始修行 就念地藏經和法華經 十五歲那年冬天 我第一次遇著地藏經 以前沒有看過佛經 這是頭一次看到佛經 好像是在廟連長老那兒 得到這個地藏經 是他用筆寫 然後再印的 我得到他寫的地藏經 回去就開始念 北方的靜靜香 可以燃兩個鐘頭 我點一隻香 跪著慢慢念 念完一步 香也燃完了 我是在中午的時候念 一天念一步 念了一個時期 把膝蓋都跪破了 因為是在磚地上跪著的 什麼也不墊 本來也有墊子 但是我不用 魚吃到把膝蓋都跪破 還是不用墊子 這是我頭一次念地藏經的經驗 那時的體會是一言難盡的 身心都覺得很清淨舒暢 我那時候蠢的那個樣子 不願意墊墊子 就願意叫膝蓋破了 流血 覺得這是應該的 你們現在膝蓋沒有破 沒有流血 跪在地下 一定要有個墊子來墊著 痛一點點 就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膝蓋 由這個證明 你們是比師父聰明的太多了 我過去看法華經 看得眼睛流血 為什麼流血呢 因為很多天也沒有睡覺 跪在那個地方看法華經 越看越願意看 越念越願意念 念得把吃飯也忘了 睡覺也忘了 連眼睛流出血來都不知道 等血滴到筋上 把筋舒染紅了 我才知道眼睛流紅血 眼睛不幫忙了 才不得不休息 這是我看法華經 看得這個樣子 有人說 唉 法師你這太愚痴了 不錯 我若不愚痴 眼睛就不會流血 像你那麼聰明 眼睛絕對不會流血 對不對呀 你在心裡笑起來說 是這樣子的 你不好意思笑出來 只好在心裡頭笑起來說 我當然是比你聰明 雖然你比我聰明 但是你現在做我的徒弟 你在聰明也得要跟我學 我記得念法華經 念得這個樣子 我還記得我過去什麼都做過 你不要以為這個師父是個法師 我也做過皇帝 也做過宰相 總而言之 什麼都做過了 我記得雖然不太清楚 媽媽糊糊有這麼回事 我現在不願意做皇帝 也不願意做轉輪聖王 做這些事情太麻煩了 想看續集的人 請別忘了按一個讚喔 我可不可以快運 你不願意做小提醒 我會どう也做過 佛道 你不是你的家 你不願意做的